那么你说 富贵琪到底是支持侯永宜 还是支持郭台铭 答案是他都支持 你来到崇敬坦白 我是欧崇敬 我们看到郭台铭选在7月23号 人家开拳代会的时候 他跑去花莲 他跑去花莲 大家就有一个观察了 因为号称花莲王的傅昆琪 他人在哪呢 别怀疑 傅昆琪既在拳代会 也在花莲 你说难道傅昆琪有分身吗 不是有分身 他们做了一个行程上巧妙的安排 那就是在一开始有镜头的时候 傅昆琪人在拳代会的现场 也就是板桥那个第二体育馆的现场 这个第二体育馆是能农下超过2000人 这2000人为什么重要呢 告诉大家 因为国民党的拳代会必须要超过2000人以上长期在装的下 这里面包含1587个党代表 再加上200多个中央委员 再加上大约百来个中平委 还有30多个中常委 再加所有的立法委员也是39个 还有县市长 这些加种喜爱 如果再加大佬还有记者的话呢 他可能有些时候可以上探到2300甚至到2500左右 不过呢 经常有很多人缺席 所以一般预留位置2000个也就够了 但是啊 在台湾啊 你要是在公共场合的场地 要达到可以做2000个人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找 而且啊 也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你开这样的中常会 或者是拳代会 所以呢 他得找一个适当地点 板桥当然很适当 因为呢 板桥他有高铁 也有地铁 并且呢 还有传统的火车站都能到 再加上呢 不管是迪斯拉 或者是巴士 通通都是很方便的 于是到这个地方来啊 真的是一个上上之雪 同时也是侯友宜 他自己当新北市长的首府之地 所以他们在这里集聚一堂不奇怪 不过傅宽奇从这个地方啊 想要分身到花莲啊 可就要有点功夫了 如果他早上九点半出现 在画面上让大家拍几个照 发现说哎呀 全民团结在支持侯友宜的时候 他在现场 那么也就够了 接下来呢 他的专车立刻把他载到松山机场 到了松山机场啊 他马上可以上飞机 坐上飞机 直接飞回花莲 飞回花莲其实只需要40分钟 所以大家可以这么算 假如他10点离开现场 11点到了松山机场 松山机场呢 飞个40分钟 那么他其实啊 到了花莲的新城机场 其实还没12点 松山的机场立刻在赶车啊 到花莲的丰莲机场合 那时间还真的正巧 是差不了多少呢 大家这样说 是不是巧夺天空呢 那大家要晓得啊 其实花莲县任的县长 徐真卫 跟这个中常委的傅昆奇 也就是地方委的傅昆奇 他们有一个特殊关系 他们以前是夫妻 现在名义上两个人都单身 不过呢 他们仍然住在同一栋楼里 那大家说 为什么这样呢 原因是 当时傅昆奇有案子被逮到了 他必须呢 把他的接班人呢 申请给他的太太 那怎么办呢 就把他太太当做副县长 可是啊 副县长不能是夫妻 于是他们俩就先离婚 于是一离婚完 他立刻认命 他这个太太成为副县长 那么这个副县长太太呢 从此就变成单身了 而傅昆奇也变成单身了 两个单身 大家当然都知道 他们其实还是夫妻啊 只是接下来的县长呢 就有徐真伟干 徐真伟这也是第二任 而且徐真伟在政治上呢 立刻从他本来只是一个 文化大学中乐系的音乐才女 转而就变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了 他这下是第二任县长 已经干第五年了 而且他干得挺有声有色的 这时他同时又兼具 我们讲中央委员的第一名 跟他的前夫吧 那就是傅昆奇啊 是中常委的第一名啊 真是互相遥遥相往 两个人其实还是合作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 从郭台铭这个事情 就可以得出来 郭台铭啊 到花莲 徐真伟到虎车站接他 而傅昆奇坐飞机回去 赶紧再到丰连界现场 再去陪他 你说这是一个何等交情 那么你说傅昆奇到底是支持 侯友宜 还是支持郭台铭 答案是他都支持 什么叫都支持呢 就是你要我支持什么 我配合就是 不过呢 你可以到 可以要把资源到位 谁资源到位的更多 我就更支持谁一点 这种方法 我相信在全台湾 那些支持郭台铭的中常委 跟支持郭台铭的议长副议长 都是用一样的手法 那么这样说来 大家可以听明白了 郭台铭用什么方法 来打散国民党 而且打掉了国民党 大概四分之一的立委支持 或者打掉国民党 大概四分之一的中常委支持 还有四分之一的政府议长 理由就从这个关键的地方去着手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相关现实 相对来说都不是六都的 是花莲 是台东 是屏东 是彰化 是新竹 这些地方 党中央没有办法有效的垂直管理 理由很简单 因为都有各地方的霸主存在 换言之 有彰化王 有屏东王 有台东王 有花莲王 有新竹王 这些人 他不一定要奉你党中央的召唤 换言之 或者说我们说的更明白一点 党中央真的号令有效的地方 其实越来越少了 所以国民党在这里面确实有一个领导的危机 从傅康群跟徐振卫夫妻的各种表现 就可以窥起躺抱 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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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